赵亚静这一生只爱一个人,那就是杨树茂,为了这个男人,他几乎可以倾尽自己的全部,而杨树茂之所以能够变成大老板,就是因为赵亚静的帮忙,他原以为只要付出的足够多,杨树茂必然获取自己,毕竟连杨家父母都已经默认他这个儿媳妇了,可谁能想到,赵亚静最终竟嫁给了他不爱的人。 杨树茂的工程出现了资金问题,如果不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话,必然会被一夜打回原形,为此杨树茂还发了不小的火,人一旦有了情绪,难免会发泄到最亲近的好友身上,杨树茂事业爱情双双不顺,话敢话地反而挑起赵亚静的刺儿来,甚至还发誓,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娶他。 看到自己钟爱了大半辈子的男人如此绝情,赵亚静头也不回地走了,谁都以为赵亚静对杨树茂失望透顶了,说不定两人的合作关系就此终结了,可谁又能想到,赵亚静回广州市去拉投资了,对方的条件很直接,要求赵亚静做自己的妻子。 他没得选择,只能委屈求全,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都搭了进去。 而老江算是没花一分钱,就得到心仪许久的大美女,这比买卖着实划算。 既然嫁人了,就应该好好维护自己的婚姻。 赵亚静虽然不爱老江,但在结婚之后,的确把对方当成了另一半去看待,他以为只要做个好妻子,就能得到丈夫的尊重。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,老江竟然会把其他女人领到家里来。 赵亚静一向是个洒脱的女人,丈夫都背叛自己了,他何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? 果断提出离婚之后,赵亚静还遭到了老江的嘲讽,毕竟他跟杨树茂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。 然而赵亚静却可以做到问心无愧,因为在他看来,自打结婚之后,已经做到了恪守妇到四个字,老江没资格说自己。 起码最先被判婚姻的人是老江,而不是赵亚静,谁理亏自然要从大豪宅里搬出去。 不得不说,赵亚静对自己的评价,着实是虚伪又讽刺,在婚姻期间,他当真做到了恪守妇到吗? 的确,他从来没跟杨树茂乱来,可那是建立在杨树茂不爱他的基础上。 别忘了,赵亚静跟老江结婚,就是因为对方能在生意上帮助杨树茂,为了一个男人,去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。 试想一下,做赵亚静的丈夫到底有多憋屈。 更何况,赵亚静但凡见了杨树茂,眼神里的小猩猩就没有散去过,就连聚会的时候,两人也挨得非常近。 这要是杨树茂哪天说自己爱上赵亚静了,想必他会不顾一切抛弃老江,跟心上人在一起的吧。 如果说老江属于身体上的背叛,那么赵亚静就是精神上的背叛,他从未爱过老江,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人呢? 当然了,老江也是个妥妥的渣男,已经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的他,依旧不长记性,在结婚期间乱来,还把别的女人光明正大带到家里来,这不明摆着在恶心赵亚静吗? 而赵亚静提出离婚,不过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罢了。